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诀经前的避孕措施 诀经前期是一个长短不一的阶段 这段时期的身体改变不可避免 外分泌功能和软泡的质量都在下降 内分泌功能上存可是变得不完整 这段时间从诀经前期的 临床或生理测证开始 它也在绝经期结束 也就是说从最后一次周期算起 至少一年 这是一个生殖器官与荷尔蒙的复杂时期 更年期的过程是45岁至55岁之间 女性在这段时间很痛苦 很多不是都会影响到她们的日常生活 这段时间还是有受孕的可能 因为软泡内的激素不规律 所以45岁至55岁的女性受孕率为每年30% 45至49岁的女性怀孕率为每年10% 45至50岁绝今一年以上的女性 10%还会有周期现象 那么这段期间如何选择避孕措施呢? 受孕率在降低 也可能性生活不频繁 越来越多的女性的伴侣比自己年轻 她们的性生活相对丰富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不重视避孕呢? 这不是我的观点 使用避孕套不仅可以防止受孕 还可以预防性病传播 这段时间如果受孕 对身心都是有一定影响的 还有很多因年里引起的并发症 所以避孕措施必不可少 同时也要注意某些特殊的新危险因素 最危险的则是心血管疾病 所以要适时调节避孕措施 这段时间中 很多女性也想尝试改变以往的避孕措施 选择一种比较自然的方法 更严格、更有效的方法 因为要竭尽所能的避孕 我们的目标是找到一种 治疗荷尔蒙不稳定而产生不适的避孕措施 这段期间最危险的是心血管疾病 而它的发病率和年龄成正比 血栓的发病率也在升高 和年龄和体重有关 同时高血压、心肌梗塞、脑血栓的发病率 都是在这个阶段升高了 从35至40岁起 就要开始考虑这方面的问题了 我们需要重新评估考虑 雌激素避孕措施COC 这些雌激素避孕法 在35岁以后便不再建议使用 尤其是心血管危险因素 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肥胖症、香烟 以及没有征兆的偏头痛 如果还在这个时期使用 雌激素避孕法 每年的协议检查是必不可少的 在这个年龄段 雌激素避孕法一定要谨慎 尤其是由以上 我提过的疾病史的人群 特别危险的血栓 因为雌激素避孕加剧血栓危险 所以摄入时要格外注意 雌激素、孕激素的动脉危险 如果仅剩用药可以避免发病 雌激素导致的血管危险 主要取决于 绝磁唇的剂量 而孕激素的怠数则与发病率无关 主要取决于心血管疾病的危险 是我前面列举的种种因素 再来看看绝经前期的变动 因为这里主要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周期规律可相对较短 陪伴雌激素过剩症状 再来就是后期 周期不规律 此基数过剩或不足的相互交替 每个这个阶段的女性 都似乎生于水深火热之中 这两个阶段非常不稳定 而又是软潮扰化的现象 这张图表上 我们可观察到第一阶段 必经前期 周期短 雌激素过剩 乳房疼痛 骨盆沉重 水肿 头痛 焦虑症 特别是经前综合症 这个年龄段 雌激素依赖性的妇科疾病 特别是子宫功能性出血 这个初期阶段 有很多雌激素过剩症状 我已说过 还有理论上来讲 频繁的功能性软潮囊肿 症状的加剧 也取决于雌激素 乳房疼痛 子宫内膜异胃症 子宫腺肌症 子宫内膜增生等不适 第二个阶段的绝经期 主要是雌激素不足症状 主要是更年期症状 潮热 倒汗 尤其是血管输说症状 是神经自主疾病的导火索 特别是异于基因 所以治疗非常重要 在绝经前期 还是有受孕危险的 就是在这个转折点 受孕的危险和 胎儿基因异常 和胎盘血管疾病都很频繁 双软双胞胎儿比率高 所以 一项有效的避孕措施必不可少 避孕措施既可以控制 此激素过剩或不足的症状 也可以减缓 此激素依赖病症 尽可能避免心血管危险系数 不增加代谢负担 这里要强调的一点 磁孕激素避孕法 可减少所有相关症状 荷尔蒙避孕法在绝经前期 有相当的优势 磁孕激素避孕法的优势是 有效的控制磁激素不足 使磁激素剂量更加稳定 从而使周期规律 经血减少 不适症状减轻 经其症状得以缓解 功能性卵巢囊肿的缩小和消失 有些磁孕激素帮助减少癌症危险 卵巢癌 子宫内膜癌症 大肠癌 而弊端则是此类药物 加剧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 所以一定要遵守禁忌 避孕不分年纪 而是因为年纪 潜在的病理因素 如果我们选择磁孕激素避孕法 要用小剂量 15-20伽玛 或联合制动替代型的天然磁二醇 我们稍后会讲 比如 屈罗酮的孕酮 很多研究都显示出 它对经期前综合症非常有效 但前提要遵守药物禁忌 孕酮必孕又是怎样呢 在法国 我们使用宏观孕激素 孕激素和去甲孕碗 佐惠诺孕酮已不在法国使用 这些都是每28天只使用21天的孕酮 抑制吹碗激素 此类药物对经血过多 血崩有特效 也是导致绝经的因素之一 这些药物的不良反应有 肥胖、出血 也可诱发磁激素不足症状 在法国属于试验其药物 这里是孕酮使用剂量 原理为自动取代 就是说28天只用药21天 他们可以诱发磁激素不足症状 而这个症状也是在绝经前期 第二个阶段的体征 结合口服或筋疲补充 天然磁二醇 每28天用药10至21天 来预防血栓危险 此类药物对临床和代谢都没有大影响 法国把他们认为试验性药物 这里是自动取代图 抑制性运同蓝色 与此二醇在第10天和持续使用21天的结果 21天后便是周期 此类荷尔蒙避孕的禁忌 宏观孕激素和皮下埋局 宏观孕激素是加剧 经其综合征的重要因素 还有功能性狼种 雄激素过剩等症状都与其相关 关于副作用 当下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数据 可以尝试 但不是我的首选 皮下埋直对我而言 尽量避免使用 因为剂量过大 普肾上腺皮质激素活跃 和大剂量的抑制激素 血管和代谢功能都受阻 在这个年纪使用 还能加剧骨质疏松 此激素不足等症状 最后看一下自然避孕法 如果夫妻之间 真的要选择此类避孕措施 要知道它是最不可靠的避孕方法 了解紧急避孕措施 左宽诺孕铜或醋酸乌利斯塔 还有其他可以使用的荷尔蒙疗法吗 那就是宫内左宽诺孕铜 这是一个长期避孕的方法 在月经过多情况下的医属 使用前要先评估月经量 它对子宫内膜增生特别有效 子宫腺肌症和子宫内膜异味 都属于它的治疗范畴 当我们使用此类宫内运同避孕法时 可以同时补充此二醇 预防此激素不足症状 这些国家使用MIRANA 为更年期妇女避孕 还有什么是可以使用的呢 那就是非荷尔蒙避孕法 同时的宫内节育器也是长期有效的避孕方法 在任何荷尔蒙禁剂下都可使用 可是它可能引起经血不规律或血崩 所以或许配合非灾体消炎药 和安甲黄酸 我们也可以建议杀精剂和周期避孕 可是一定要意识到 有少部分怀孕的可能 适当使用紧急避孕措施 最后就是舒软管结扎 这个决定取决于年龄 避孕措施一定要结合临床 代谢和心血管的评估 乳房和喷腔检查必不可少 找到一项合适的治疗方法 然后随着时间的变化 每年一到二次的复查 同时观察妇科、代谢及血压 这个从绝经前到绝经期的阶段 是怎样过渡而来的呢 当我们使用替代治疗法时 我们可以建议停药七天后的 催软激素和磁二醇的评估 如果催软激素正常 那么卵巢还在运行 如果催软激素和磁二醇 同时升高 结论如上 如果催软激素每升高于三十个单位 而磁二醇每毫升低于二十匹克 那么就建议取消替代疗法 使用孕酮治疗法 每个周期十天用药 持续至少三个周期 如果运同为阳性 就是说绝经 也证明卵巢还在运行 那么重新使用替代疗法 可是如果结果成阴性 那么依据病人的症状 推荐使用更年期荷尔蒙疗法 这是Mathuikidas用来区别 绝经前期和绝经期的文章 使用磁孕激素荷尔蒙避孕的女性 每六至八周的检验中 给予多于两次 大于三十个单位的女性 使用催软激素 如果病患使用荷尔蒙避孕疗法 建议在停药七至十四天后 使用催软激素 什么时候更换 获取出Mirana 它保证七年的节育 而医生则认为五年最保险 所以四十五岁以上绝经的女性 可以使用七年无需更换 如果Mirana的使用是针对功能性经血过多 那么可以一直使用到经血正常 使用Mirana的同时 可能会有磁激素不足症状 可以同时 精疲补充磁二醇 就算使用更年期荷尔蒙疗法 也要遵守五年的疗程 总而言之 绝经前期 是生理来讲 临床症状和荷尔蒙温乱的阶段 荷尔蒙避孕法 要因人而异 尤其是有代谢和血管问题的病患 最后一定要 从妇科层面支持陪伴病患 减轻他们的痛苦 和妇科的各种不适 注意职业环境 个人领域和家庭环境的各方面因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